早安呀 先开始做早餐了 今天的早餐呢 会做一个红枣枸杞桂圆小米粥 桂圆还剩一点点 今天可以把它用完 这个是枸杞 我用的是这种西北糯黄米 我觉得这种还不错 就是喝起来还挺稠的 就是挺糯的 熬这个小米粥的时候 会先放红枣和桂圆 那枸杞呢 就是关火之前放入 烧一会儿就可以 除了这个小米粥呢 再会做一个香葱胡萝卜鸡蛋卷 之前有一次做过玉子烧 那个是甜口的 今天呢做这个咸口的 这个鸡蛋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用三个做 胡萝卜用的是这个小胡萝卜 待会儿把它刨一下 今天的早饭呢 就是一咸一甜 小米粥呢是甜口的 这个鸡蛋卷呢是咸口的 首先呢 我先要就是淘一下这个小米 先把粥熬起来 红枣桂圆小米洗净之后呢 就放入这个锅中 小米我放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喝那种 特别特别厚的粥 在鸡蛋里面加一些盐 然后加一些淀粉 这样做鸡蛋卷的时候 不容易碎 切一些葱花 我用一小根就可以 这样大小 就好像也还有些大也我觉得 这样吧 小一点 把这个蛋液打匀了 这边呢 我们的小米粥也熬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放入清洗过的枸杞 那枸杞放入之后呢 再盖上锅盖 熬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在这个煎蛋的锅子里面呢 加入一些油 少量就可以 把这个油稍微的刷的均匀一点 接着我们就是摇入蛋液 就先弄薄薄的一层 蛋液差不多凝固的时候呢 就从一边卷起 可以用筷子 也可以用铲子 接着呢 放蛋液 之后呢 就是反着卷 这个是最后一次放蛋液 这边蛋液差不多凝固的时候呢 再卷一次 这个就是最后一卷 我觉得放了少许的淀粉以后 会好卷很多耶 这个蛋就更凝固了 所以更加的好卷 小心 好嘞 那我们这个香葱胡萝卜鸡蛋卷就完成了 它冷却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切盘 我先把它转移到这个盘子上来 现在把它切一下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早餐啦 香葱胡萝卜鸡蛋卷 加上这个桂圆红枣枸杞粥 粥 因为胖哥还没起 所以我就一个人先吃了 那又到了做午餐的时间 今天早上是喝的粥嘛 而且那个蛋卷也不是很多 所以饿得比较快 那今天中午呢 就会做一顿正餐 会做两个菜 会做一个香菇炖银纯 这个是我上周末买的银纯 它一盒是有六支 之前是做汤 今天呢就把它清炖一下 那炖的时候呢 会放一些这个香菇 香菇是干香菇 我已经泡发了 那第二个呢是一个蔬菜 算是一个凉拌菜吧 就是马兰头拌香肝 这个是冰冻的马兰头 是我在超市买的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新鲜的马兰头 冰冻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马兰头拌香肝 因为它非常的清香吃起来 待会要把这个马兰头在开水里面稍微过一下 那豆腐干呢用的是这个白干 我觉得如果是五香豆腐干的话会更加的好 豆腐干我会取两片吧 我不知道两片会不会太多 然后呢也在热水里面过一下 冷却以后都把它切碎 我这次也是第一次买这个安唇 我觉得美国这边的安唇啊 它不是特别的老 如果是饱汤或者是清蒸的话 不需要时间太久 撒上盐 把它反个面撒一下 我旁边在这个烧水 加一点这个料酒 放上泡发过的这个香菇 我这次买的这个香菇挺小的 不过挺香的 通常蒸安唇啊 或者蒸乌鸡啊 最好是用干香菇 这样就香味比较的强一点 然后要去切两片姜和一些葱 葱只要切成葱段就可以了 不需要切细 然后放上姜 好 旁边的水也已经开了 然后我就准备上锅了 OK 那另外的小锅里面水烧开之后呢 就把这个马兰头放入 烫一会儿会儿就可以了 烫个一分钟吧 我觉得这个马兰头本来就是熟的 它不是新鲜的 烫完以后就沥水凉干 豆干呢也稍微把它烫一下 同样烫完之后就把它冷却 那这个马兰头沥完水晾干之后呢 就把它切碎 就切的话就是切得越碎越好 然后呢就再把它来回切一下 切完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入这个 一会儿要凉拌的盆里面 就挤干之前看着还挺多的 挤完之后就挺少了 所以我就准备用一块豆干 两块有点多了 那豆干也是同理 要把它切得碎一点 先把它这样切成大片 之后呢把它切成这个条状 然后呢同样把它来回切碎 切得更加细一点 接着呢就要把它拌一下 加入盐 一些糖 我会放一些些的鸡精 那有些人呢是会放酱油的 如果你是放酱油 就不要放鸡精或者是味精了 麻油 把它搅匀了 调完之后呢 把它倒入一个小碗中 之后呢我会把它压平 就压得紧实一点 压完之后可以放冰箱 稍微的冷藏一会儿 这样吃的时候口感就会更加的好 那我刚才把这个马兰头 拌香干冷藏了一会儿 现在准备把它扣在盘子里面 那如果你自己不做这个造型的话也是可以的 没有太多的讲究 那这边的这个香菇蒸鲜也已经好了 差不多蒸了45分钟左右吧 如果你怕不熟的话可以蒸久一点 蒸久一点也没有关系 现在打算开始做晚餐 今天的晚餐呢会做三道菜 有一道大菜是腌都仙 腌都仙会用到的食材 有这个蹄胖 然后火腿 这个是笋 美国这边是没有卖那个春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所以我用的还是这个冬笋 那腌都仙里面呢 我还喜欢放这个百叶结 第二道菜呢是虾 虾会做的是咸蛋黄菊虾 这个就是之前在Costco买的虾 它已经开备去馅了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然后咸蛋黄呢 这次会用这个 这个是这两天新路的流沙咸蛋酱 这个可以用来做任何咸蛋黄的菜肴 这个吃起来没有普通的咸蛋黄 那么的咸 带有一些些的奶香味的这个咸蛋黄酱 那蔬菜呢就很简单 会做一个炒青菜 通常做咸都仙都是会买一整个提胖嘛 那我们家两个人就吃不完那么多 所以我这次就买的是提胖的 就是一个厚片 如果你家里人口不是很多的话 就可以买这种 我这个是在HMR买的 它是这个带皮的 但是它的皮还是挺干净的 没有什么猪毛 做这个咸都仙的时候 可以整块的放入 也可以把它一切二 但是不要切成小块哦 先把它焯水一下 火腿我会把它切快 但是我也不会切成非常非常小的块 这个还可能一切二 我通常切成这样大小的 OK 那就放这个四块 准备一下这个姜片 这个是冬笋 冬笋就是比较的矮胖 那春笋呢通常是那种细长的 我在这边从来没有看见过春笋 所以我就用这个冬笋来代替 焯完水的这个提胖肉放入汤锅里面 加入足够量的清水 加入一些料酒 再放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火腿 姜片 那就可以开煮了 笋笋笋把笋处理完清洗干净之后呢 就把它切块 就切的稍微的大块一点 我通常是会把它切滚刀块 蘑菇 现在呢我把这个百叶结提前浸泡在水里面 因为我买的这个百叶结呢 它是比较厚实的那种 那我会提前把它泡软一点 如果你买的百叶结是比较软的 就是不能煮太久 否则容易软烂的那种呢 就不需要提前浸泡 汤呢已经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15分钟左右了 现在呢我就放入这个百叶结 我喜欢百叶结就是放的早一些 百叶结吸收的油分越多就越好吃嘛 所以我通常会比较早的就放入了 那在制作这个咸蛋黄菊虾之前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虾稍微的腌制一下 放入一些盐 一些些的料酒 然后加入胡椒 黑胡椒和白胡椒都是可以的 把它搅均匀了 搅均匀之后呢 就放在一旁腌制个20分钟到30分钟吧 百叶结放入汤中 差不多熬了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接着我就放入笋 笋是最后放入的 那放入笋以后再煮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关火了 那如果你的百叶结是那种非常软的 那笋和百叶结就可以同时放入 不需要前后放入 因为我这个百叶结算是比较厚实的那种 所以我就先放 现在呢我们来做这个咸蛋黄菊虾 先在炒锅里面加入油 先要把那个虾过一下 油热了之后呢就倒入虾翻炒一下 这个虾炒至差不多全熟的时候呢 就可以先关火了 关火之后呢把它先捞出 捞出之后呢炒锅里面再加入一些油 我们先要翻炒一下那个咸蛋黄酱 把这个蛋黄酱摇入炒锅中 一入锅这个油份就出来了 用小火翻炒一下 我觉得可以再放一些 现在这个蛋黄酱已经炒成砂状了 之后呢就是倒入我们刚才已经弄熟的虾 火稍微开了大一点 翻炒 让每个虾都可以裹上这个咸蛋黄 前面腌这个虾的时候放过一些盐 然后这个油沙咸蛋酱里面呢 也是会有盐分的 所以现在盐完全不要放 把它稍微炒的干一点就可以起锅了 看每个虾上面都裹上了一层 这个咸蛋黄酱 但是我不建议就是咸蛋黄放太多 太多的话也挺腻的 这个就是除了做虾也可以做一些素的 比如说咸蛋黄土豆丝啊 或者是咸蛋黄南瓜之类的 最后把这个一点咸蛋黄浇上 最后我会在上面呢放一点这个香菜 做一下装饰吧 如果你不放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我看就是网上写这个咸蛋黄酱 直接放在吐司上也能吃 但是我没有试过 好了 我们的咸蛋黄菊虾完成 一旁的这个腌都鲜呢 也已经好了 这个肉啊已经是很酥了 那在汤锅里呢我不会放盐 盛出的时候在碗里放盐 但是这个汤自身是有一点鲜咸味的嘛 因为这个火腿是咸的 好 现在就可以关火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咸蛋黄菊虾 腌都鲜 因为我自己挺喜欢吃百叶结的 所以我今天做的时候就放了挺多百叶结 这一份汤是我的 胖哥哥还没给它盛 待会儿去盛 然后一个炒青菜 好了 那我们就吃晚餐啦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